楼底宝马女罪驾托人一公里的法律责任 好家伙 这个新闻出来后 不得不说 很多媒体都得找法律顾问了 这刑局和刑局能一样吗 真的是无语 当时看完我都没有敢写 喝酒开车 肇事逃逸 托人一公里 竟然只是行政拘留 把老王爷搞懵了 这女的涉嫌构成啥犯罪呢 目前警方通告的是涉嫌交通肇事罪 被行政拘留了 呸 刑事拘留 说实话 我不太希望这女的定这个罪 如果这样定的话 那就意味着受害人至少是重伤 这个重伤可是真的重 不可逆的身体损伤 依据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 酒驾至一人以上重伤 以交通肇事罪定罪论处 这让肇事逃逸 三到七年跑不了了 那有人问我 他一直拖着受害人走 这种算逃逸吗 逃逸是指逃离事故现场 他不是逃离受害人 此外 还有人问 拖着受害人走了一公里 直到被截停才停下来 这难道不是故意杀人吗 哎 这个问题好 这其实还要具体看 这女的当时对此是否知情 拖刑一个人走 要是不知情 鬼才信 这种的话 其实是涉嫌构成 故意杀人未遂的 故意杀人 交通肇事罪受罪病了 说实话 懂点法真的很重要 哎 我的新书 这个月即将发行上市 都是一个个活灵活现的 真实小案例 让你用听故事的方式 把法律就可以学了 人手一本运势复荒 大家可以猜一下 我的书名是什么 猜对了 送一本哦 关注我 祝你解开法律迷惑 变得豁然开朗